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澳财网出品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是尹诺 首先欢迎我的老搭档博曼金兹首席分析师 魏尔昊先生 欢迎首席 尹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下个月1号就要开始新的财年了 在澳洲生活的朋友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报税的紧张工作 通过报税我们也可以抽出时间看一看 自己在过去一年究竟赚了多少钱交了多少税 那么近期有关收入的话题和新闻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今天我们就来和首席聊一聊澳洲的工资水平 以及我们华人在澳洲的收入情况如何 首席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聊收入 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 当时的澳洲的最低时薪已经到了大概18澳币左右 那么我现在去看好像又涨了 是 从今天7月1号开始 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将会增长3% 那么将会达到19.5澳元左右 实际规定19.49澳元每小时 那么按一周38小时工作来算的话 大概会在700多块钱澳币 每个星期的一个最低工资 从最低工资来讲确实也不算是低的了 是的 你比如说这个换算成人民币 如果是最低时薪19.49澳元的话 那么人民币大概有100多了 那么这跟中国相比可以说是高了很多倍 那么如果放在全世界相比的话 澳洲的这个最低时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有一个对基本的统计 主要取一些发达国家吧 取所有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 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基本上排第一的 而且是远远超过后面几名 比如说在张表上呢 排第二的是新西兰 也挺有意思的 就在澳大利亚旁边 但是呢 从按美元计的话呢 新西兰的工资比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呢 每小时要低两块钱 其他就低更多了 甚至低出20%以上都是 并不少见了这样的情况 应该说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水平 在发达国家里面比 依然是属于非常高的 刚才首席提供的这个数据呢 确实能看出来澳洲的这个收入呢 在全世界来看都是名列全毛啊 但是我相信呢 很多在澳洲生活的朋友们 好像并不能感受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注意到呢 今年4月10日 几乎是澳洲所有的首府城市 都进行了罢工游行 那么前一段时间 生活在Melbourne的朋友应该也是知道的 很多火车司机还有工刀车司机都进行了罢工 那么我们知道 他们的收入大概都处于15万澳币左右了 那么可以说是非常高 但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觉得这个钱够花呢 这种感觉其实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 讲了澳大利亚的收入水平 即使只算发达国家都属于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你必须不能够忽视的是呢 那个统计只考虑 实际的这个收入的一个账面的数字 但是澳大利亚本质上是一个花销水平 或者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体会 如果具体来看呢 其实澳大利亚物价是同样是属于偏高的 这个呢 而且我也是有数字可以作为一些证据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 在统计每个国家的人均GDP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是用实际的这个GDP数字 或者说是用货币来统计 但是呢 有另外一种算法是去掉一定程度的物价的差别的 一个所谓的购买力评价的统计 那么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呢 在全世界基本上是前十 甚至呢经常出现在前五的水平 但是呢 如果你用购买力评价去计算的话呢 澳大利亚立刻呢 它的这个排名大概要下跌十位 甚至十位以上 从最新的这个数字来看呢 跌到了大概二十左右 目前的数字应该是在十七十八 这个呢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澳大利亚的物价偏高 那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很喜欢用的一个 也比较有意思的衡量物价的标准呢 叫巨无霸指数 也就是说 在不同国家巨无霸的 一个巨无霸的 麦当劳的一个巨无霸的这个汉堡的价格 那么这个数字呢 澳大利亚的排名呢 也是偏高的 在全球的排名是在前十以内的 通过这些数字来看呢 事实上 如果你考虑到物价的因素的话呢 澳大利亚的实际的收入水平 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 或者没有账面数字 显现出来那么高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 导致了一种 就是所有人觉得钱不够花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是 那我相信很多年轻人 比如说他在前一些年 刚开始打工的时候 这个收入偏低 那么过几年 比如说他这个能力提高上去 工资也会随之增长啊 那么为什么就是澳洲人 还是普遍觉得工资很低呢 你说到工资增长这个事情呢 非常 我觉得其实正正是澳大利亚 目前面临的一个核心的数字问题 澳大利亚的工资增长太慢了 如果我们还是拿数据说话 澳大利亚在过去几年 四到五年之内 工资增速非常非常的慢 这个呢 从统计局的数字来看呢 在尤其到了2016年 17年 18年 这三年 澳大利亚工资 平均工资增速的这个速度呢 大概在2%左右 这个呢 是没有考虑到通胀的 如果你考虑到通胀来说的话呢 这数字甚至是要低于通胀的 有一段时间 那么有另外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是真实工资 也就是说去除通胀之后的 工资增长速度 那么呢 我这里呢 拿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亚太地区 我们知道亚太地区 其实是过去一段时间 世界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地方 在整个亚太地区来算的话呢 澳大利亚增长速度 工资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如果你去拿新加坡 香港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这些都是发达地区 还有中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从这些数字来看呢 真实工资增速 中国是最快的 那么基本上 平均每年有6到7的增速 这个增速依然是比较快的 而其他一些国家呢 往往也有1%到2的增速 而澳大利亚在过去5年 真实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其中呢 有两年是负增长 有两年是正增长 有一年是为零 这个增长速度非常的惨 即使是去和一些欧美 可能 尤其是欧洲吧 应该来说 经济状况在过去前 不是很好的国家来比呢 表现比他们还要差 这个可能 才是一些真正需要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 澳大利亚的实际的这个收入水平 应该说是这样的 它过去以往一直处于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所以它的基数非常高 基础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在过去几年呢 它增长速度非常的慢 是有这样的一种错位 所以呢 到了现在我们来看 它的整体工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基数足够高 但是呢 现实问题是过去几年 澳大利亚的收入增长 几乎是为零的 这个呢 使得很多人都感觉入不敷出 确实是 那么我发现呢 其实无论你的收入多少 大家都会觉得不够花 因为比如说 你现在是年薪5万或者6万 那么大家可能会为现在的这个生活的基本保障所担忧啊 那么当你拿到年薪10万之后 你可能要为你的房子贷款发愁了 是 房子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澳大利亚的房产价格的一度是大涨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 直接导致房产的开销 或者买房的这个支出啊 占了收入巨大的比重 而且呢 因为房价偏高的情况下 直接导致房贷的数字也比较高 这样一来呢 使得很多人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也变成了一个半房东 虽然澳大利亚的房价 还没有像中国的一线城市这么的夸张 尤其是和收入做对比的情况下 但是呢 也依然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程度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 当房价上涨的时候 很多人买房需要攒更多的首付 买了房之后被更高的贷款 需要付更多的房贷 显得收入不够 而一旦真的房价下跌了吧 又有很大一群有房子的人呢 就开始忧愁了 这个房子资产呢 立刻就缩水 出现了一种非常两难的状况 这种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很多人 对于自己和家庭的财政状况的 这样的一种看法吧 显得比较负面一些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就是澳洲的这个高昂房价 房价呢 让人觉得这个钱不够花 那房价如果下跌的话 大家又会觉得钱越来越少了 那么现在到了财年末 就是商场都在打折 如果大家去商场去看一下的话 这个热闹的程度绝对是不比往年的 那么你说这会不会跟 就是说工资增长停滞 还有一些房价 现在普遍偏高有关 那么从去年开始呢 澳洲的经济 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 那么首席能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工资收入停滞的话 会对就是澳洲的经济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它其实更多的还主要是依靠 消费和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如果实际的经济增长 这样一个源头 也就是收入下降的话 意味着消费水平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而且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还会导致什么呢 很多人不得不提高杠杆 就是用更多的贷款来消费 在花了很多钱 但是很多是欠款或者贷款 或者借钱消费的前提下 如果收入增长 跟不上你原来心理的预期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你的杠杆率或者负债率在不停的增加 这个情况在那里已经发生 而且是发生在民众身上 家庭负债率这个数字显得特别的高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因为家庭或者个人去杠杆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这个和企业或者国家不一样 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导致了未来的经济增长 或者未来的消费支出受到巨大的拖累 而还有第三个非常坏的影响 而这个影响甚至可能会动摇整个的社会的安定是什么 由于工资收入的增长比较慢 使得贫富差距其实是在拉大的 因为一般来说中下层的人主要靠工资收入来维持收入 或者来维持生计 那么工资增长放缓 意味着他们的个人财富增长非常的缓慢 但是我们上次刚刚做了一期节目 在讲澳大利亚的财富榜 那么富豪榜上的人 他们的平均的资产在过去几年当中 平均每年都到百分之十几二十 在另外一端 工资收入的人们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二 这直接就使得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情况 特别的突出 而且更加要命的是 受工资增长 尤其是普通的正常的工资 而不是最低工资增长 缓慢影响的人是中产阶级 而中产阶级本来应该是社会最大的一个人群 也是社会的稳定器 但是现在就有一种似乎中产阶级被消灭 或者被剥削的这种状态 这个我觉得长远来说不只是个经济问题 它还是个社会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首席的精彩分析 那么今天我和首席讨论了一下澳洲收入的具体情况 还有华人在澳洲的收入情况如何 那么大家不知是否有同样的感受呢 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澳财网微信公众号 留言分享您的见解 感谢收看今天的澳财聚焦 我是尹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